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数据以及人脸识别 已经成为警方的破案利器 近日在高科技的助力下 广西河池京城江警方 成功抓获一名再逃 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 这名被警方控制的男子张某奎 涉嫌在山东邹城犯下重大刑事案件 接到山东警方的通报后 广西警方通过人像比对数据确认 嫌疑人曾在河池和宜州境内出现 10月27日凌晨 侦察员在宜州发现了张某奎的踪迹 结果他一见我们人都靠近他 他就立即杀水就跑了 立即进行追击 据张某奎供述 他通过网络社交平台 认识了一名女子 两人相约见面后 没想到对方开一口就要钱 案发后张某奎逃到了广西 没想到很快便被警方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奎 已被移交山东邹城警方 他文 khas三个月 被移交给予国人